大家好 欢迎收看卓球讲 卓球回徒丁 我是WCKHR 我是尹云 今天我们又来到回徒丁的时间 这次要介绍的游戏有很多人问 因为它是改编自《迷宫饭》这套人气漫画的游戏 这款游戏是《Monster Maker》 其实之前也想介绍游戏的游戏 但一直都没机会 谁知道现在就出了一个新版本 再配合这么漂亮的画工 所以我们也不要买书 事不宜迟 伊人帮我们介绍一下游戏怎么玩 首先来介绍游戏戏 每个玩家会各自挑选一个队伍进行地城探险 每个队伍都有些不同能力的成员 选择好之后 根据所有队员下方的图示 拿取相应的戏似资源 然后将迷宫卡 浅层 深层的怪物卡和头目 道具卡和指线物洗均放在中间 准备好6粒色仔 每个玩家各自抽取5张手牌 就能够开始游戏 游戏中可以进行的第一种行动是战斗 如果你遭遇了怪物 可以透过环置角色预期战斗 一般会使用角色左上的物理攻击计算 如果消耗角色的一个魔力指示物 就可以使用右上角的魔法攻击计算 而扎出的色仔数加上附加值 大于或者等于怪物左上的数值时 就能够击败怪物 而在击败怪物之后会尝试进行料理 会扎凉粒色 再加上队伍中有料理能力修正的合计数值 如果结果大于或者等于怪物的料理难度 就代表料理成功 将怪物卡反转获取 并获得相应的糧食报酬 如果不人失败 就会将怪物放回怪物牌附罪下方 而不会有任何报酬 而在选择战斗之后 如果没有任何遭遇中的怪物 就可以进行探索 打出手中大有数字的探索牌 如果有效果就会执行下面的效果 而除了选择战斗加探索之外 可以选择进行采购 可以选择手中任意数量的手牌射器 并获得两个粮食 不论选择战斗或采购 之后都能够选择进行遭遇 打出手中的一张遭遇卡 选择一名玩家 那名玩家便会遭遇相应牌附堆上面的怪物 如果那名玩家身处浅层 就是浅层怪物 深层便会遭遇深层怪物 要注意的是 已经遭遇怪物的玩家 是不可以再次遭遇怪物的 最后就是选择进行休息 玩家可以消耗任意数量的粮食 将消耗数量的角色回复备箭状态 并将手牌补充至5张 如果这个时候抽到事件卡 需要马上触发事件效果 有多于一张时就可以选择着你的顺序 当玩家的探索数字合计达到100或以上的时候 便会自动遭遇头目 头目就不会放置在玩家的位置 而是所有玩家都能够在达到100进度的时候遭遇 击败浅层头目就可以获得奖励 自当头目被击败后 探索值达到100以上的玩家 便会棄置面前的探索牌进入地城深层 而以后浅层探索值达到100的玩家 亦都会自动进入深层 而在击败深层头目获得奖励之后 游戏将会即刻起速 这个时候结算分数 获得最多分数的玩家将会获胜 注意每个人持有的道具、料理、头目奖励等 合共只能持有5张 超过6张时需要棄置多余的卡片 以上就是《Monster Eater》的游戏教学 介绍完怎样玩呢 当然就要讲一下游戏的感想 不如Ean你先说一下 你觉得游戏是怎样的呢 我玩过它旧版的系统版的版本 它的玩法就是 我不是玩这个版本 不过它的玩法也是旧版的版本 它的玩法就是 它会在一边探索 走远一些深入迷宮的同时 你要抽一些角色来打败 别人提供给你的怪物 那时候打的怪物也没有什么利用 而且抽一些角色去打败物的人物 需要有些运气才能抽到 而且你会消耗品 那你用完这些角色就没得回来 那就会令到这游戏比较运气 就不需要一边抽角色去打败物 我自己也觉得 我也有玩旧版 你刚才也看到旧版 是比较简单 始终都是几十年前 好像三十年前的作品 而今次这个版本 我觉得在各方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改变 例如刚才Ean也提到 就是角色是在场上高的 是定了在这里 你只不过是用了 你需要用食物去扭直 就不会因为抽不到这个角色 而导致你完全做不到任何东西 另一方面就是 我会比较着重的 就是在于游戏的体验 因为始终游戏 其实它吃迷宫饭的主题 是吃得很好 因为它又有打地城的主题 又有煮食的主题 再加上迷宫饭和漫画 也是说他们是一层一层去打地城 然后看到那些怪物 就杀了他 然后煮食 整件事是很贴到的 他也很不论式地 放大量的角色 大量的怪物 还有那些怪物 煮食的样子也有了 我觉得整件事 无论在游戏性上高 和在主题的改编上高 我也觉得他真的做得很好 甚至乎他应该是很少数地 真的将冰箱和IP 融合得这么好的作品 这是我对他赞赏的地方 但有赞就必有财 我觉得在他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太跟着 跟着沿着的地步 就是因为主角威能 因为主角的组织 里面有两个人会煮食 令到游戏彻底向主角队 可以说是爆发的 因为游戏里面 如果你的英雄是不懂煮食 我们那天玩 因为我们没有组织 就是跟着他那几个组织 比如主角队 跟着妖精队 分那五个组织 去玩 我发现会煮食的组织 是劲太多 越多人会煮食就越劲 这件事情他跟着 但同样地 也使游戏不太平衡 主角队真的有太大的好处 可能你会说 不是 游戏规则里面有轮抽队员的机制 但他又很尴尬地 他只有四个会煮食的人 但是他不配 如果我们选择过 五批第五个组织 很大机会选择不了 煮食的角色 就导致游戏里面 会有一个人特别弱 这件事我觉得是 他美中不足的地方 你问我的解决方法 就是游戏尽量不要人玩 又或者是如何 帮助不懂煮饭的人 我觉得这是他不好的地方 那伊人呢? 伊人你觉得呢? 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也说不定 可能留下一些 更多人 那倒是 原住这么多 对 我也觉得 你问我 这款游戏煮食很重要 因为他煮完食之后 可以帮你帮回一些食物 令到你的角色可以变化 其实很重要 没有煮食的时候 真的比较辛苦 你要依靠运气 你又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改变到这件事 你说有什么 没有特别不好的地方 又没有什么 我觉得整个游戏 用这么旧的游戏 来比较 基本上方方面面都改善了 游戏看完都挺好 还有 5Play玩到 还有 还有时间临场 我觉得这款游戏都挺完整 会推介给什么人玩呢? 我自己会觉得 对于运气成份高的游戏 不太抗拒的人 因为这款游戏始终有败 又有窄色 又有抽怪 所以这件事也避免不了 但是 如果你是迷宮饭的粉丝 基本上不用想 必买 因为实在太漂亮 无论是英雄 又或者是怪物的卡 都很漂亮 我觉得你作为周边的收藏 也是很值得的 加上游戏性也具备 如果你有朋友 也有看过迷宮饭 我相信你会玩得很开心 好了 今天要介绍的 就是这款迷宮饭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大家对这款游戏有什么问题 或者对这个规则上有什么 欢迎在留言下方去问 今集的最后讲 最后的丁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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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 like comment 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还有很多不同的节目 等着大家 特别多谢所有patreon的会员 好开心 一起可以和你在discord里面 聊游戏 选择新节目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夹我们 我们下集再见 thank you 拜拜